先生,來做的問卷中了獎 現在送回一個旅行酒店QPON給你 想問你什麼時候有空上來拿 大家是不是都收過這些電話呢? 沒錯,又是那些旅遊會籍陷阱 今次,我們就深入苦悅 直接這些公司怎樣跟客人困獸鬥 揭開他們,哄人買十幾萬會籍的手段 想做個精明消費者? 看之前記得先訂閱Channel C 讀者葉先生早前收到 自稱政府部門的吸煙調查電話 他見空就幫忙吧 誰知道 你贊成什麼禁煙? 問你多少歲? 下多少人工? 變什麼名字? 那時候我沒有給他們真實的資料 我都是作些名字給他們 過幾天之後 他就找找葉先生 我已經猜到是 訪問調查那邊的人 對方說葉先生還有獎 叫他上去拿旅遊禮券 不過就要先聽一個講座 葉先生覺得古怪 於是就找我們代他去 這一晚,兩個記者上去 這間位於尖東商下的公司 是否要拿禮券? 是呀 是呀 要拿禮券 要有個國座要聽的 是 只是你進去 因為沒有禮券 是 是 要等多久? 要等多久? 90分鐘 那我中間可以離開嗎? 即是不行? 可以 只不過我的禮券 連我用90分鐘才出門 哦 擺明送禮券只是你啦 逼人進去聽講座才是戲肉 其中一個記者就單人匹馬進去 然後就被帶到一間沒有人的房間等 裡面播著阿魯阿圖度假村的洗路式宣傳片 一個雨帶香音的女職員進來 再帶記者穿過暗門去到另一間房間 裡面播著強勁的音樂 坐了兩台客都是一對一 整間房間的氣氛都很興奮 個個高談闊論 吵過街市 當記者一坐下 香音者就要記者關電話 而電話都完全沒有信號 而且好像沒有開冷氣 很焗促 之後就要我們填一份 關於個人經濟狀況的問卷 營養 有時候用來過類似的感覺嗎 沒有 傳宿、美育、健身的有否試過 是Ambler的 是Ambler的有試過 對 你放心 今天我們都是 消息要不換我們 喝喝吃的旅遊方面 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傳宵或投資方面 所以我們就做三行旅遊民傳 整個流程廂大約90分鐘 可以嗎?可以吃飯嗎?沒有任何人 記者全程很專心聽 又便宜價買機票又便宜價住五星級酒店 聽起來好像挺吸引 我們就會用年齡的價錢 以前我們公司幫你做到很多 阿聯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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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港人熟悉的國差 或是新加坡很不一樣的 我們全部幫你做大聯誘飛機 還有安全你去哪裏 你會說剛才不是飛機 如果你說 你先進一夜經走 那新加坡公司呢 都先進一夜經 都有學班 先導火風機 和A380 這個是我們說的 但現在我會幫你留意這些 你想想你有沒有 AIA有價錢 可以預算到阿聯誘 AIA有380 這件事是不是開心很多 他還說可以幫你量新訂做行程 預訂餐廳 預訂火車票 那你會不會喜歡太坡那些 間中 MCA 或者 這個 五個邊 奧運 或者現在剛完結 你會拿到我的世界盃 或者 小朋友想玩拿一個樓 或者是幫你 那些藝術館 或者 那些 那些 全部 我們用這個 曲寶 還可以好像BOSS 向有私人秘書服務 還有 例如 你一日出發 玩到10號 那些特約冬陀 我電話 就會為你24小時 去記 那些人就不知道 旅行的事 不要說意外發生不好事 或者突然想說 一些好事 好像這次我的朋友 突然想跟芬王 就去找我 剛來到英國 或者剛來到芬蘭 我來到才知道 原來有間餐廳很好吃 或者為什麼他又來打給我 就是 已經是私人秘書服務 他在中午 我只會吃拉麵 但沒問題 我就幫你幫忙 是我的 然後 發送給你 明天幫你 約12時半 邊家邊家邊拉麵 邊家邊家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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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聽起來 簡直是VVIP的享受 鄉音姐說 他們是一個大集團的旅遊部 如果加入了他們的旅遊會籍 每年就可以享有八日七夜 阿魯阿圖度假村 免費住宿 如果用不完的話 可以儲起它 21人內任用 也可以私下轉讓給朋友 給138美金 加入一個酒店互換網站 還可以和人換酒店 在全世界有很多個國家 這個就是健康房的網站 在這裡轉 就是說 在這裡穿雪酒店 你說你忙 沒空 我就幫你回家 我覺得它是許鹽器裡的那些 不是說爛酒店 是想你看看火焗的 或者肉眼 我們這間酒店都不是爛的 我們說 你出來 你出來 你出來的 那些華焗酒店 說你起碼 七、八個月齊早換定 那這個沒辦法 那這個沒辦法 我會聽不到任何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好像美國這些 迪士尼 很貴的迪士尼 連環水平也有 我想你起碼要提起 英文書來換 這個就是 裡面的江濟 然後就只用這二十萬元 你不用看著它 只用1500元就可以了 就不簡單 那是不是鑽一晚都翻譯了 不是鑽一次翻譯了 說了三個小時 少點定力都應該陷入被催眠的狀態 這個時候輪到經理出場收割了 那是有興趣料的 那是有興趣的 對 那我們有兩個 一個隨時回來 一個今天VIP 今天VIP今天決定 那假如今天做會員的錢 是你自己覺得很輕鬆的 是不是今天你自己決定到的 聽到你講多少錢 那當然啦 有些人會說 我八卦看看我 就算一元我也決定不到 那好免得 就是我肯定給錢 你去看 如果錢輕鬆的 可以說是沒有時間 看輕鬆是怎樣 對 如果是否輕鬆 都要問的 那些不叫輕鬆 那我給你看 你自己計算一下數 好嗎 誰知一打開價錢牌 大大隻字承著38萬8 再另加8千8律師費 和2千元行政費 記者都被這個價震撼到 經理隨即反轉的價錢牌 收了今天VIP優惠價 9萬8千8 同樣另加1萬多的律師費 和行政費 他說如果職場一次過付錢 會送免費機票 也可以選先付4萬元首期和律師費 每個月再供款9千多 可以供半年 如果手頭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隨意付首期 再每個月供1千元 直到供滿為止 但就會零加10%手續費 記者說要回家考慮一下 鄉音姐當然不會更易讓我們走 有 有可能你們幾千元首期 或者每個月供幾百元 可以玩到這間酒店 總之你供15個月是正常的 我快去研究一下 這樣 但回來就不是今天哪個價錢 日後再打工就再上來 又不是這樣的 你試一下 1000元 月供500元 這樣就簡單 那月供幾十年 五百元工作多久 10年 那是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你不上班那麼久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那你不就試一下 那這些少少錢 請你們回家睡覺嗎 明仔晚 不過我想看看是甚麼 明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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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對話 來來會重複了 安慈 拉鋸了至少20分鐘 他們才肯放人 臨走 記者更不會忘記 問他們拿禮品 向任者 竟然反問 甚麼禮品 最後他才叫經理安排 其實只是幾張 彩印的A4紙 上面寫著 送四晚阿路阿圖酒店住宿 其餘的都是交換酒店過網的單張 多年來一直關注旅遊會籍陷阱的 Hong KongJunk Call.com就說 由去年7月到現在 總共收到6宗關於這間公司的投訴 損失100到4千元不等的訂金 但苦主簽了的合約涉及十多萬 擔心之後都要負擔餘下的金額 其實他們基本上只是想拿錢 可以看到他們的訂金有幾百幾千多萬 只要你肯付錢 那就沒問題 因為就算苦主想去利用會籍的權益 去訂購酒店 其實當中會有很多行政費 很多考納明目的一些費用 要他們即時給了 才可以享用那一年的轉租 那筆錢算起來 根本跟你自己去訂購酒店 不是很大分別 而且那個酒店質素也未必有保證 因為你不一定有選擇 由於受害人要證明他們的推銷手法有問題 是不容易的 所以胡文漢速請政府盡快定額冷靜 令消費者有更多保障 我們就問過這間售賣旅遊會籍公司 所屬的集團總公司 他們認這間公司是他們的分銷商 但就說集團不會干涉他們的銷售手法 叫我們有什麼問題就問他們 而攝氏的分銷商就說 因為牆內地方有限 曾經有客人在沒有通知之下 帶了五個朋友上來 由於不想影響其他客人 唯有遠距額外的人進來 至於為什麼要關電話 他們說從來不會 也沒有要求客人這樣做 而原本說過半小時的講座 結果變成三小時 他們就說聽完九十分鐘講座之後 客人如果要離開 識除專辯 除非想了解多些 否則他們不會催客人離開 救援人員在星期一說 阿魯瓦圖被汽船帕姆襲擊後 是他們見過最差的 這段片是2015年超強颱風帕姆吹襲阿魯瓦圖的情況 當時全國九成居民受災 不少度假村吹到連鋼筋都拔起 而之後差不多每年三月都有風災 今年也先後受到兩個颱風吹襲 到底買了會籍的會員 是否還享受到阿魯瓦圖的酒店服務呢 會員預訂酒店機票 是否VVIP的享受呢 下一集我們找來兩位會員 說說他們買了會籍的下場 我給了這麼多次機會 他都好像 有騙人 好像在騙我一樣 很漂亮 後悔的 突然之間 多了這麼大筆 借貸 從何自己都未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很漂亮 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 請路士找盡方法告訴你 這個就是出App的意義 一機在手 包羅萬有 喜歡看片還是看字 全靠你一隻手指 不論件事開心不開心 對你很重要還是吃花生 Channel C每天都會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App 貼地 全真 快點下載吧